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柬埔寨和中国的联合军演 这次代号为金龙2024的军事演习 在南中国海附近举行 参与人数达2075人 是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规模 这次军演引发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注 担心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影响力 越来越大 甚至可能在当地永久驻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加沙的最新情况 美国军方宣布 一个临时码头已经被固定在加沙海岸 这将有助于向受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影响的 200万巴勒斯坦人分发援助物资 这个新的海上走廊将大大提高援助物资的运输效率 未来每天可以向加沙提供约150卡车的援助物资 虽然这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但对于当地急需援助的情况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参议院的新动向 参议院推出了一项跨党决议 重申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并不等于世界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 这项决议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同 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 这项决议的推出显示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以及对中国虚假宣传的反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从举行联合军演到允许盘踞云朗基地 柬埔寨沦沦为中共军事附庸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和柬埔寨5月16日 在接近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 开展为期15天的金龙2024军事演习 这是自2016年改演习开始以来 双方举行的最大规模的联合海陆演习 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野心和部署 愈发显露出永久化驻军趋势 美国政府需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中检双方参加此次军演的总人数为2075人 其中检军EZ315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760人 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发言人 通索利莫少将在军演前表示 今年的规模将比以往更大 两军派出的军舰有14艘 三艘是中国的军舰 另外还有两架直升机 69辆装甲车和坦克参与联演 此次军演在柬埔寨胖青阳省中部的训练基地 和西哈努克省附近海域举行 围绕城镇街区解救人质 山区营地围歼青角和海上反劫持等科目 进行组织适应性训练 指挥演练和士兵演练 南中国海危机升级 中简深化铁杆友谊 据美联社16号报道 柬埔寨陆军总司令 樊皮森将军发表讲话 并对中国提供新装备 与协助升级军事设施 包括云郎海军基地表示感谢 他表示 演习将有助于构建两国军队之间 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信任 按照中国国防部的说法 金融军演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铁杆友谊 提高两军战略协作水平 在中间举行这次军演之际 中国与菲律宾近来在南中国海发生频繁对抗 美国多次强调对菲律宾的防御条约义务 坚如磐石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荣修教授卡尔塞耶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使用铁杆一词 可能是对美国总统拜登用同样的词 来形容美非联盟所做出的回应 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演习 例如与泰国进行协调巡逻 与越南进行友好的港口访问 以及与东盟国家进行多边海军演习 这些演习是中国防务外交的一部分 对于柬埔寨而言 由于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恶化 中国是唯一可靠的合作伙伴 他说一年一度的金龙演习是于2016年12月 检方当时取消了与美国的吴歌哨兵演习 2021年 出于对中国在柬埔寨日益扩大的军事影响力 以及人权腐败问题的担忧 美国对柬埔寨实施了武器禁运 柬埔寨未来论坛 智库研究员安城波告诉美国之音 俄罗斯专注于入侵乌克兰 从而削弱了自身在全球军火贸易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 美见国防关系未见改善 柬埔寨在这种背景之下 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军事援助 采购和培训 刚落幕的美飞兼并兼2024 多国联合军演2024 同样号称史上规模最大 据美媒防务新闻披露 美军在演习中测试了菲律宾 向美国开放的新基地的战略有效性 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学院教授 乔尔·阿特金森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演习 往往是为了增强互操作性和转移能力 但中国的演习 更多的是政治象征意义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演习 不仅不那么成熟 而且信任程度也较低 因此令人关切的不是军事关系本身 而是这些演习如何表明柬埔寨继续愿意为北京更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扩张目标提供便利 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中 云朗基地曾是美检海军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场所 柬埔寨后来于2020年10月拆除了美国在那里建造的设施 卫星图像显示 中国在云朗海军基地的存在越来越持久 去年12月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巡洋舰一直停留至今 柬埔寨国防部上周表示 这是帮助培训柬埔寨海军人员 并为金龙演习做准备 金边还曾表示 经过翻新的云朗海军基地 将对今许可的友好外国舰纸开放 不仅限于中国 但后来决定让两艘日本驱逐舰改道到另一个港口 解放军军舰是那里唯一停靠的外国船只 塞叶表示 他说中国将采取长期战略 让东南亚国家习惯于中国逐渐日益扩大的存在 作为对美国在该地区扩大防务合作努力的反制 他指出 云朗海军基地作为永久基地 可以容纳大型军舰和干船屋 这将为中国开闭另一个前沿基地 以影响越南南部海岸附近海域和泰国湾 美国及其盟国一直非常担心 柬埔寨允许中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 华尔街日报最早在2019年报道说 柬埔寨与中国签署了一个 允许中国在云朗海军基地建立基地的秘密协议 不过 柬中两国都对此进行了否认 2019年8月时任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春宿杰将军在金边接受 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柬埔寨宪法第53条非常清楚地表明 我们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在柬埔寨设有基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海军专家 前澳洲皇家海军军官 Denifu Pa告诉美国之音 虽然他认为柬埔寨不太可能接受 中国在柬埔寨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基地 卫星图像显示 中国在云朗海军基地的存在 正在日益永久化 他说 如果解放军在那里的部署 从护卫舰扩大到军舰甚至潜艇等更为战略性的能力 那么一旦这个地区爆发冲突 这会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更多的战略挑战 解放军更多资产在柬埔寨的永久驻扎 将使中国更容易进入马六甲海峡 这里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冲 如果该地区爆发冲突 也会给越南造成战略困境 他说 但特拉华大学教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爱丽丝巴认为 云朗海军基地可能不会是游戏规则改变者 他说 考虑到该港口规模相对较小 而且其距南中国海的距离比海南岛还要远 该港口实际上能给中国带来多少额外优势 存在疑问 另外 柬埔寨最近重申决心继续推进由中国资助横跨该国南部四省 全长180公里耗资17亿美元的德崇富南运河 Tekko 富南 Canal 项目 该项目将把首都金边与泰国湾连接在一起 德冲富南运河的潜在军事目的引起邻国越南的担忧 越南人民公安政治学院上月引述外部研究称 该运河将创造必要的深度足以让军舰从泰国湾或云朗海军基地深入内陆 柬埔寨需要中国军队干什么 柬埔寨前首相 参议院主席洪森上个月在社交媒体X上回应 外界有关中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以及永久驻军的担忧时问道 柬埔寨为什么要违反宪法让中国军队进入 中国又为什么要违反尊重柬埔寨独立的原则 把军队带到柬埔寨 柬埔寨宪法的第53条规定 柬埔寨王国不得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也不得达成与其中立政策不相容的任何军事协议 柬埔寨王国不得在其领土上授权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也不得在国外设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除非在联合国的要求下 但分析人士担忧 柬埔寨今后可以修改宪法以迎合中共的要求 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初 由于越共军队驻扎在柬埔寨土地上 柬埔寨不得已卷入了越南战争 遭到美国的轰炸 随后催生了红色高棉政权 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索西拉克·索克专文警告 外国军队在柬埔寨土地上的存在是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 这场悲剧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深受创伤 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康复 在红色高棉1975-1979年的统治时期 柬埔寨共有150万至3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西方学者称 当时的红色高棉为中国的附庸国 及其经济、政治、军事全面依附于中国 位于首都金边的智库 和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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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思考者 创始人、独立研究员李博士和博士和博士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除了宪法之外 柬埔寨的公众舆论 也对中国永久驻军持批评态度 如果柬埔寨政府真的希望中国军队驻留在柬埔寨 他们需要拿出一个能让人民接受的说法 目前,我认为没有任何说法支持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 他说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阮克江 表示 由于允许中国军队驻扎是柬埔寨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越南、美国等国家对此无能为力 然而,为了减轻进一步的风险和升级 地区国家应该向柬埔寨加大施压 以提高其意图的透明度 此外 鼓励非国家行为者 例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 来记录解放军和中国海军在柬埔寨和南中国海的活动 可能是有益的 他说 美议员建议对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 做出外交干预以外的回应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罗伯·惠特曼 和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克雷格·辛格尔顿 本月初在美媒防务一号 加美上发文警告称 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发展表明 中国正在计划利用不断扩大的全球军事影响力 来阻止美国干预台湾危机 他们敦促华盛顿 摒弃对北京在海外寻求建立基地表现出的临时性 漫不经心的态度 而是采取强有力的回应 因为外交干预 已经不足以制止北京在柬埔寨的排兵布阵 除非美国采取迅速行动 否则现在停泊在柬埔寨的中国军舰 可能很快为新的中国前哨基地铺路 如果这样的部署成真 它可能标志着一个战略包围 使台湾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处于脆弱的地位 他们在文章中说 美军称加沙援助码头已固定在海岸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军方表示 一个临时码头已经被矛固在加沙海岸边 这是完成向受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影响的 200万巴勒斯坦人分发援助物资的海上航线的最后一步 美国海军中将布拉德·库珀 周四、5月16日对记者表示 今天早上,就在几个小时前 码头被成功固定在加沙海滩上 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开始运送援助物资 库珀表示 大约500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经装上船只 一旦这些物资分发完毕 还有数千吨物资准备添加到分发队列中 他说,我们的重点是向该地区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以补充通过陆路提供的援助 我们知道那是运送必要数量援助的最有效率的途径 新的海上走廊有几个部分组成 援助物资首先在塞浦路斯接受检查和安全核查 然后,货物被运送到美国在加沙海岸建造的浮动平台 然后转移到卡车上 较小的船只将这些卡车运送到距离加沙海岸线数百米的新毛固的码头 分发,每艘船可将5至15辆卡车转运至岸上 美国官员称,一旦全面投入使用 该码头每天将能够向加沙提供约150卡车的援助物资 联合国将负责接收货物并协调实地分发 这一安排是为了改善人道主义组织所说的 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的援助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国际发展署人道主义援助局局长助理索纳利·科德表示 美国的这个走廊对于帮助填补住房、食品、健康、营养不良 和清洁水卫生需求方面的缺口对至关重要 联合国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周四重申 这一海上走廊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进入加沙,并在各处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不能也不应该依赖远离需求 最迫切之处的浮动码头 陆路是最可行、最有效果和最有效率的援助运送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开放所有过境点 哈克说 科德表示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 通过所有路线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 我们正处于一个所有人都齐心协力的时刻 我们不遗余力 他告诉记者 哈克周四还提出一项关切 如果加沙地面没有燃料 援助人员将无法分发来自码头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但科德告诉记者 美国国际发展署预计将拥有行动所需的燃料 由于以色列检查站的车辆排起长队 援助进入加沙的速度缓慢 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 近几个月来 美国和其他国家已向加沙空投了38次食品 但每次通过军方空投的食品 仅约一到三卡车的量 援助组织表示 加沙每天需要数百卡车的食品 由于海况汹涌 码头推迟了几天竣工 安全 据库珀表示 自构思这一计划以来 大约1000名建设码头的美国军人 以及分发物资的援助组织的安全 一直是五角大楼最关心的问题 库珀说 这是一项100%的人道主义使命 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的任何攻击 都是对援助加沙人民的攻击 库珀补充说 安全部队已经进行了部队保护演习 为行动开始做准备 并将继续评估和重新评估安全情况 以色列国防军为部队保护 而专门派出了一个旅 以及舰艇和空中资产 来 海滩的准备工作 以及临时码头的固定工作 是由以色列国防军的工程兵来做的 哈马斯10月7日 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 造成1200人死亡 数百人被扣为人质 随后以色列在加沙攻击了哈马斯 据加沙卫生部称 袭击发生后7个月内已有超过34000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上升 巴布是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 他报道国防和国际安全问题 巴布的报道地点包括乌克兰 土耳其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拉克 和韩国 巴布2008年开始在美国之音工作 主要从事中东和南亚的报道 巴布2014年开始在五角大楼报道 之前他是驻白宫和国务院的记者 你可以在Carla Babb VOA上关注巴布 美参议员推出跨党决议 重申联大第27派58号决议 不等于世界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 来自爱达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李施 周四5月16日宣布 他与来自新韩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 周三推出了一项决议 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以及美国伙伴的类似政策 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国原则 1971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派58号决议 并不意味着世界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 而且美国的与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李施在声明中说 中国领导人知道这一点 但是却散布这种宣传 否定台湾与国际组织接触的能力 这项决议澄清事实 美国能够而且应当在每一次机会中顶回中国的虚假叙事 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并和平解决海峡两岸议题 沙欣在声明中说 我自豪地帮助推出这项两党决议 坚决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所做的危险与不诚实的错误描述 李施参议员的声明提到 这项决议的内容是 顶回被中共长期化的虚假叙事 也就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代表国际社会同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反对中国阻止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努力 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组织中的权利 并驱逐了退居台湾并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 这项决议说 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美国行政当局官员表示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同时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 并未认可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中国组负责人蓝默克上月末在华盛顿的一次智库活动上说 第一,第2758号决议未认可 不等于也不反映对中国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该术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对台湾的立场 第二,第2758号决议与各国在与台湾关系方面的主权选择无关 第三,在台湾最终政治地位问题上 第2758号决议并不构成联合国体制的立场 第四,第2758决议并不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多边论坛 在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之前也公开表示 北京扭曲了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2023年7月,众议院曾无意义通过台湾国际团结Solidary Act 旨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外交孤立的法案 这项议案厘清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也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 或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 参议员们同年晚些时候也跨党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该议案目前仍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之中 以色列称将有更多军队进入加沙南部的拉法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的办公室周四 5月16日发布的讲话稿 加兰特表示 随着加沙南部军事行动升级 更多的以色列军队将进入拉法 加兰特说 随着更多部队进入拉法地区 行动将继续进行 该地区的几条隧道已被我们的部队摧毁 他补充说 这种活动将会不断加强 哈马斯不是一个可以重组的组织 他没有后备部队 他没有供应库存 也没有能力治疗我们所打击的恐怖分子 加兰特说 结果是我们正让哈马斯疲惫不堪 虽然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美国出于对平民安全的担忧 而表示反对 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 但是本月早些时候 以色列军队控制了与埃及的 拉法过境点的加沙一侧 据联合国巴勒斯坦南民机构称 自拉法军事行动加强以来 已有60万人逃离拉法 与此同时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在加沙北部 以色列最近的撤离令 迄今已导致至少10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对以色列缺乏任何可靠的战略 来保护拉法平民表示关切 而以色列则将这个加沙南部城市 称为哈马斯的最后一个据点 周日 美国国务卿安诺尼布林肯 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以色列可能将会继承一场 反叛活动 留下许多武装哈马斯人员 或者如果他离开 则会留下一个充满混乱的真空 充满无政府状态 并可能被哈马斯重新填补 埃及政府也对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 表示担忧 埃及总统阿布杜勒 法塔赫塞西周四表示 以色列试图通过占领拉法过经典的加沙一侧 来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围困 这位埃及总统在巴林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发表讲话时 还指责以色列破坏停火谈判 埃及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的主要调节者之一 他说以色列继续采取回避行动 逃避责任 并围绕实现停火的努力进行狡猾的操纵 以色列军方周四早些时候表示 五名乙军士兵在加沙地带北部 被以色列坦克炮火炸死 军方在事件中提到了坦克交火事件 并说另外三名士兵受伤 这次事件 是十月份战争开始后的乙军死亡人数 达到蓝白七十三人 同样在周四 美国军方报告说 停泊在加沙海滩上的临时码头的安装已经完成 这将开闭一条将人道主义援助带入加沙地带的新路线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援助卡车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上岸 联合国将负责接收货物并协调分发 新的海上援助路线设计几个步骤 援助物资首先在塞浦路斯接受检查和安全核查 然后货物被运到加沙海岸外美国建造的浮动码头 然后转移到卡车上 娇小的船只将卡车带到加沙海岸线上新毛固的码头 这项安排是加大加沙援助努力的一部分 援助组织说巴勒斯坦平民的食品、药品和其他供应品的数量目前严重不足 一些援助组织表示海上走廊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他们认为通过陆路口岸增加援助流量会更有效 加兰特周三抨击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未能制定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结束后治理加沙的计划 但内塔尼亚胡表示 在武装分子被击败之前 这样做毫无意义 加兰特在电视讲话中说 他反对由以色列来对地中海沿岸狭窄的加沙地带建立军事或文官控制 那里有大约外伯三十万巴勒斯坦人 他的讲话反映了两位领导人之间不寻常的分歧 自十月以来 我一直在内阁中提出这个问题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加兰特说 我呼吁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做出决定 并宣布以色列不会对加沙地带建立文职控制 加兰特说 并呼吁立即出台替代哈马斯的管理方案 自十月七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以及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的 持续反攻以来 内塔尼亚胡一再拒绝制定战后加沙治理计划 作为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美国呼吁重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以两国方案管理加沙和约旦核西案 并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并存 但是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右翼执政联盟 坚决反对这样的解决方案 内塔尼亚胡说 如果哈马斯留在该领土上 任何关于在已经持续七个月的战争后 如何统治加沙的讨论 都只是空谈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将惩戒五名台湾名嘴 当事人光荣地制裁 迟来的荣耀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台办5月15号 点名五位台湾名嘴 称其编造有关中国的虚假负面资讯 挑动两岸敌意对立 将依法对五人及家属实施惩戒 对此 中国网民正反看法不一 但台湾方面对国台办则多所嘲讽 尤其多位当事人反而自诩光荣 他们认为 自己是揭发了中国经济疲软的真相 才遭制裁 而国台办此举众贺不成 恐反凸显两岸在言论自由的极大落差 根据中国国台办官方微博账号的最新发布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5月15号召开例行记者会时 被媒体问及 中方是否正在针对长期造谣 毁费棒的台湾名嘴 研议承接措施 该媒体于提问时 指控部分台湾名嘴 编造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 大陆高铁没靠背等信息 抹黑大陆 点名五名嘴 国台办制造寒蝉效应 对此 陈兵华于记者会中 直接点名 黄世聪 于北辰 刘宝杰 李正浩 王毅川母人 称其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 蓄意编造有关大陆的 虚假负面信息 及错误言论 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事实清楚 情节严重 大陆方面将依法 对上述五人及家属实施惩戒 不过 陈兵华未进一步说明 五位名嘴的那些言论处罚 又触犯了那一条中国法律 或中国将对他们和家人 实施那些惩戒 黄世聪活跃于台湾的电视节目 以财经专长着称 于北辰是退役陆军少将 现任桃源市议会议员 刘宝杰出身新闻记者 现主持戴壮电视政论节目 关键时刻 而李正浩原出身国民党的青年军 但遭开除党籍后 曾游走亲民党和民进党 现以评论时政为主 至于王毅川现职 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对于五人恐遭制裁 中国网民反应不一 有的网民复合国台办的严惩并留言称 这些骗子们一枪抱头太便宜他们了 应该拉到大陆来劳改 还有网民跟着点名 严惩其他台湾名嘴 如王瑞德或制播节目的电视台 但也有网民不看好国台办的惩戒并留言称 这不等于是给他们受勋吗 或台办让你们更加出名 你们应该感谢啊 王毅川反酸 国台办要身自反省 至于台湾方面的反应 则几乎以嘲讽居多 尤其当事人中 李正浩以光荣的制裁回应 王毅川则反酸 国台办要身自反省 而于悲惩更直呼 太棒了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 也发布书面声明回应 台湾是民主国家 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宪法保障 中国无权干预 面对国台办的人身威胁 台湾政府将确保国人的安全 不会让这样的威胁得逞 林玉禅表示 北京当局长期以打压 威胁或关押的方式 对付海内外异议人士和媒体记者 让中国的人权评比 也始终敬陪莫座 这次北京当局不仅不思改进 甚至把侵害民主自由的手伸到台湾来 点名威胁媒体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种蛮横无端的行径 不但让台湾人更加不信任 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更是雪上加霜 李正浩 中共假制裁 大内宣 被点名的李正浩 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 中国制裁台湾媒体人 恐是对台放软姿态的迹象之一 因为台湾准总统赖清德 5220即将上任 中共面临内部鹰派的压力 先逼着官方做出假动作 对内安抚 但又不知冲击未来与民进政府对话的契机 所以只能制裁小人物 不敢对国安会接询委员黄树光 或准国防部长孤立雄等人开刀 李正浩说 纵观大国之间的制裁 没有人在制裁媒体人 美国制裁中国 一制裁就制裁李尚福国防部长林郑月娥 香港特首 中国过去制裁台湾 就是台湾前苏贞昌 前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 真刀真枪的制裁 一定是制裁政府官员 立法委员 不可能去制裁民间人士 他说 国台办点名制裁也是内宣效果 透过点名这些名嘴 胡说八道 来反驳并灌输 中国经济没有不好的印象 李正浩说 此次被点名的媒体人 都长期揭露 中国经济下行的真相 触碰中国维稳最敏感的底线 也因此 他说 小粉红分别给五人取绰号 如李正浩是田鼠哥 王世聪是榨菜哥 于北辰是土房哥 和王毅川是靠背哥 都因他们一针见血 点出中国经济的窘境 同样被点名的财经评论员 黄世聪也同意 他因此踩到 不能唱衰中国经济的红线 点出中国经济窘困 触碰维稳的敏感底线 他说 中国经济自2023年放缓后 民间或境内网络自媒体 看空中国的声浪都被噤声 迫使很多中国网民翻墙出海 寻找墙内看不到的信息 黄世聪认为 国台办只在台湾媒体圈 制造寒蝉效应 以减少批评中国的评论 或诱导台湾媒体高层 进行自我审查 让中国民众翻墙 也看不到太多负面的信息 等于对台湾或中国 进行双管齐下的管控 他还说 国台办点名的时机 也有特殊意义 就选在美国总统乔·拜登 对总值约18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包括电动汽车 太阳能面板等新能源产品 黄世聪告诉美国之音 中美又有新一轮的贸易摩擦 包括拜登又克了很多新的关税 这显然对中国压力是蛮大的 我们在这时候 又报道更多这样的消息 这是中国不乐见的情景 拿名嘴开刀成本很低 然后可以收到一些效果 黄世聪也说 这是中国在520前对台隐形施压 拿媒体人开刀的政治敏感度 比制裁民进党籍政治人物小多了 于北辰被中国制裁是迟来的荣耀 但以东赫效果而言 黄世聪认为 这样的制裁反凸显 中国跟台湾的言论自由度差距太大 台湾实政评论员的言论立场 本就应受公平 但内容若都属实 却遭中国谨声 反凸显台湾言论的宽容度 黄世聪直言 他没有到中国经商的打算 未来人会继续评论中国 不受制裁威胁 他相信多数台湾媒体人 也不会因此屈服 以评论两岸军事建厂的于北辰 则以书面恢复美国之音史重申 中国的制裁是迟来的荣耀 于北辰说 他自1983年报考军校以来 没有一天停止反共 应该40年前就名列共匪的黑名单 尤其1996年台海危机时 他就在台湾备战 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 于北辰说 这波制裁表示 我没有穿着军服才反共 我是表里一致 永不像专制低头的 媒体人刘宝杰 则于当晚的东森电视台的 政论节目中回应 他反问国台办 评论经济等同台独 中国怕什么 至于东森电视台也做出 节目一切如常的六字回应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里林对此文 亦有贡献 巴拉圭总统将参加台湾新总统就职仪式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位政府高阶官员周四5月16号说 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 将参加台湾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这是第一位正式参加典礼的 外国国家元首 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法新社说 潘尼亚本周在华盛顿进行官方访问 周六将前往台北 民进党籍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周一将宣誓就任台湾新总统 目前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视台湾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 并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可能性 几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将派表团参加就职仪式 巴拉圭是南美洲唯一与台北 而不是北京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 包括巴拉圭在内 台湾在世界只有13个邦交国 潘尼亚去年8月就职 他本周重申对美国、以色列和台湾的外交政策的支持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发自巴拉圭亚松森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